路見不平民視新聞持續為您把關 我們先來看在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 這邊一兩公里的短短一段路 我們就數了一數道路補丁 就高達了上百個 但是這麼多補丁路還是不平 申請想要補路路坪 還得排到明年二月呢 當地里長痛批這路坪專案 根本就喊假的 一個丁 兩個丁 三個丁 筆直的延平北路二段 這裡填那裡補 路面很明顯 兩個顏色 制高點往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短短一兩公里 雙向四車道補丁的數目 高達一百一十一個 就像逢紅捕捕的乞丐衣 但這樣的馬路要填平 得排到明年二月 補一趟 補一趟 幾趟大小舟一樣 基本就完全 你看在路坪就沒辦法 真是說路坪真的不是路坪 那一句口號而已 真的不是在做事前 市府新公處統計 今年春節民眾投訴路不平的案件 高達三百七十八件 基隆路二段最多有二十七件 但一直等到八月 才會納入路坪專案 但路坪專案之後 又保證路坪了嗎 正峰處的報告坦承 龍江路德行東路等完工路段 路面還是坑坑坑 因為有些建案 在我們路坪之後完成的部分 必須實施五大管線的挖掘申請 台北市長郝龍斌 最得意的路坪專案 原本今年要更新六十四條馬路 現在進度只有三成多 去年承諾要完成七十七條 最後只多了三十六條 一半還不到 市府的執行能力 難怪地方里長顯得還慢 你是新聞 張惠祖金山報導